我决定带妹妹去做手术了 这是我最后悔的一个决定 妹妹病了有一个月了 身上有肿块 但由于岁数大了 医生不太建议手术 就一直给她吃药 效果还挺好的 最近天热起来 她突然就恶化了 所以我还是决定给她做手术 医生说刀口会特别大 从下巴一直开到前支 而且术后很容易感染复发 但我已经做好了打持久账的准备 签过手术同一术之后 就开始打术前针了 最近一直都在生病 所以她现在特别的销瘦 只有73克 这个是第一针 这个是第二针了 我看她打针的样子 都觉得特别的疼 护士小姐姐还一直在安慰她 打完针观察十分钟 我还陪她玩了一会儿 别看她生着病 但是力气还很大呢 五十分钟之后 医生告诉我 手术失败了 妹妹没了 就这样安安静静的 我带她回家 我挖好了土坑 正打算给她入土为安的时候 她居然有呼吸了 我以为我刚才是眼花了 但是她真的是在呼吸啊 我赶紧联系了医生 医生说如果她能熬过今晚的话 就还有希望 我向前景就先帮她 抓她之后